多餘的草,我們就把它燒掉 放火的時間都要看著風向 當風起東邊來,我們必須要站在東邊向西 火成東西就會反方向走 否則就會燒掉自己 燒完的草就會變成灰 所謂的灰準其實就是碳的一種 碳也可以留在農地裏做一個泥土的填充劑 它可以令微生物住在碳的細纖維裏 而令土地的多樣性可以保持